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 這裡就是我跟你說的口袋私房景點 你確定 我沒有找錯地方嗎 怎麼看起來有點像博物館 沒錯 其實這裡是台地的南部展示館 這個展館佔地面積達到六公頃 幾乎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四分之一 你看 戶外有兒童遊樂設施 活動草坪 還有一座太陽光電示範系統的金星花園 最近還設置了一組追日型的太陽光電實驗系統喔 不但如此 從這邊還可以看到附近三座風力發電機組 和三床的兩座球體廠房 三種發電方式 太陽光 風力跟何能都可以同時看到喔 找了這麼多地方 你應該累了吧 走 我們就吹冷氣 好 這是附近海域的生態珊瑚礁還有魚類 你看小丑魚跟海葵 其他四座水族商裡面都還有其他的珊瑚礁魚 他們都跟珊瑚礁生活在一起喔 欸 你看 這裡可以看到珊瑚的生態觀測 然後可以看到珊瑚礁 還有呢 在淨水口珊瑚的即時畫面耶 這個口是台面南部展示館的獨家畫面囉 沒想到這裡也有三間靈敏劇場耶 而且裡面已經坐牌很多人 那我們趕快去裡面看一下吧 三間靈敏劇場很不錯吧 而且影片每季都會更換一次喔 我們地震屋體驗到的有五級 但是呢 和山場坐落在岩盤上 可以耐到鎮度 積極的地震喔 我在這邊踩的時候 你看它這邊會有個燈號風力顯示 然後它就會顯示我現在踩風力的幾個燈 快點 加油 加油 急快點 有 有 急快點 除了風力發電之外啊 其他上是低熱發電 海洋能發電等等的電力知識 在這裡都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這邊是河能劇場 介紹微租體的結構還有它的功能 他們是用多重設施屏障 來確保河能發電的安全喔 這邊啊 是和山場很有名的海水淡化冰喔 這個冰啊 是利用海水淡化廠 每天產1100噸的純蒸溜水 這種水喝起來沒有任何的雜質跟酸鹼中性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會有一點涼涼的純淨的感覺 那廠方他們在20年前還是用來做冰棒 散秀給裡面的員工 因為很好吃 所以在民眾的要求下 就在台店展覽館裡面開始賣起來囉 它的口味啊 有花生、紅豆、百姓果、鳳梨 還有巧克力等等 據說每個月平均都會賣出一萬隻以上喔 今天我們參觀了台店南部展示館 然後不僅玩了很多有趣的測試 而且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店也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重點是這邊的展覽全部都是免費的喔 嗯 是不是還蠻棒的喔 來一趟台店南部展示館啊 不僅有無敵海心 還可以吃零棒 還可以學到各種能源發電 還有可能安全的小知識喔 很誇獎我吧 天這麼黑 它是主要壁館啊 不是嗎 很多設施都還沒體驗到耶 別擔心 因為從六月開始啊 他們的館內開放時間 有延長到晚上九點鐘喔 所以我們不只可以繼續在這裡看夜景 待會還可以去體驗更多有趣的設施喔 那還等什麼 趕緊去看看吧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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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